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南市推动英语友善标章计划,今年度包含店家、民宿、寺庙、医院、药局、计程车、公车、停车场、古籍、文创园区等10项业种加入认证行列,共同打造国际化城市。 今天成果发表会,副市长张正元表示,南市英语友善标章从去年开始实施,今年更拓展至10项业种,将各行各业串联联起来,从点到线到面,让台南成为一个面面俱到的英语友善环境,这些业者都将是台南的行销大使。 台南市政府第二官方语言办公室,简称二官办,表示,英语友善标章主要分为二类,第一类是English Friendly标章,简称为EF,以环境面的双语资讯建制为主,例如餐厅提供双语菜单,民宿提供双语标示就此文件等,而业者若具备基础英语沟通能力,则可申请WeSpec English标章,简称为EF, 今年获得English Friendly标章的店家共404家,寺庙9间,医院20间,民宿8间,及停车场4处,另有蓝塞图文创源区及2处古迹,而获得WeSpec English标章的公车司机有36位,继承车司机75位,店家51家,市区导览人员18位,药区5间,共10项业种参与。 获得English Friendly标章的店家说,自从有了双语菜单后,鼓励店员学习如何用英文介绍菜名,这是台南小吃要迈向国际很重要的第一步。 另外,获得WeSpec English标章的服饰店也兴奋表示,现在看到外国人就能把上课时到的单字拿出来跟外国人聊天,不仅有助业绩提升,自己也相当有成就感。 3148 请大家和吗?